另外一个新闻的焦点就是 贬家的宝来豪宅了 吴淑珍呢 已经向特征组坦诚说 这一间宝来的寓所 根本就不是像之前所传说是租的 而是自己买的 这也等于是证明了 过去是找人头来当房东的这个说法了 国民党立委邱毅今天就痛批说 贬家用豪宅洗钱啊 明明就是用买的 还领每个月50万的卸任总统李玉金 这里面有一部分应该是拿去付租金的 你家房子是买的 为什么还要付租金呢 涉嫌诈领公款 贬家宝来住宅原来不是租的 是吴淑珍买的 当时候是林文渊 为了帮吴淑珍处理宝来的房子的问题 那么找了汉乃帮里面的好友 高新昌的董事长吕泰荣 那么要吕泰荣出面 去买宝来的房子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钱当然还是要从汉乃帮的成员里面 来敲打过来 汉乃帮里面的成员包含吕泰荣包含 吴淑峰都贡献了贬家的钱 然后吴淑珍再拿了这个钱呢 要吕泰荣的姐姐吕和林出面做假房东 于是把房子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假装租给贬家 宝来住宅住进一个月50万 秋衣痛批贬家 明明就已经买下宝来 还领人民的血汗钱最佳一等 他领的是卸任总统礼玉金 是公款 所以他是贪污至罪条例的范围 他是诈领卸任总统礼玉金 所以他涉及到两条罪 一项是借势借端 向企业汉乃帮勒索钱财 然后诈领卸任总统礼玉金 另外一个是洗钱罪 就是用豪宅洗钱 有宝来有元大一品院 贬家还有在高雄的人物首席 求以爆料可能也是巡邻无缘模式 半买半送得到的 一户是陈信瑜的 一户是陈水扁的 陈信瑜那一户 是买的 另外那一户有没有退款 是不是采取买一送一 贬家豪宅怎么来的 秋意追追追 不让贬家有任何脱缀机会 中心环旋律玉桥 台北报导